早在2019年12月份 NASA就发表过一篇关于全球绿化的报道 明确指出印度和中国正在引领全球绿化 但同时研究者们却对印度的绿化表示担忧 那么在全球提倡绿化的今天 NASA为何对印度绿化这么警觉呢? 欢迎来到科普启示录 我是小强哥 本期我们就来看看同样是绿化 中印有何不同 首先小强哥带大家看一看NASA发布的官方图 从这张全球绿化图中 我们可以看到 南半球的绿化面积没有明显增加 非洲澳洲地区绿化情况基本保持不变 而北半球的绿化面积显著增加 其中最明显的是亚洲东部的一片深绿 这张绿王就是中国的答卷 而除了中国外 在亚洲还有两个地区同样也有大片的绿色 分别是俄罗斯和印度 说到这里有些朋友可能会疑惑 地广人稀的俄罗斯 为什么也开始专注植树了呢 小强哥也是经过一番查询才了解到 俄罗斯的绿化并非直接的人为结果 而是自然因素在主导 这是因为随着全球气候变暖 高纬地区的温度和之前相比 也有了不小的增长 而高纬地区原先不利于 蒸叶林生长的低温严寒被打破 动土面积大大减少 这样一来 在蒸叶林生长的北质点也就更高 也就出现了俄罗斯绿化面积增加的情况 但印度的绿化情况 与前面的俄罗斯截然不同 它开创出了有印度特色的绿化道路 种地 你没有听错 就是我们国人刻在基因里的种地 但是种地又和绿化有什么联系呢 这就涉及到绿化定义的问题了 在我国我们买房子时的公摊面积中 有一部分就是绿化面积 而我们常说的绿化指的是栽种植物来改善自然环境的活动 建设防护林 种植行道树 甚至小区楼下的花坛 孩子学校的行道树都属于绿化的范围 这听上去没什么奇怪的 但NASA在计算全球绿化情况时 采取的是直接反馈卫星图像的方式 也就是说 图中并没有标明这里的绿化是森林面积 除了常见的桥木、灌木、小麦、水稻、黄麻等农作物 也在绿化的范围内 而印度的绿化贡献82%都来自于集约农业 剩下的18%才是真正的树木贡献 中国的情况和印度相比就大为不同了 中国的绿化贡献42%都来自于直接的植树造林 剩下的58%才是集约农业 这样的占比在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乃至发达国家中都是少有的好成绩 那同样都是绿化 为什么人们对于中国的绿化鼓励支持 却对印度的绿化表示担忧呢 相信有些反应迅速的观众已经猜到了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我们前面谈到的绿化种类 别看植树造林和种植农作物都是在和植物打交道 但两者的效果可不止能不能吃这么简单 我们知道树木最常见的作用是净化空气 即吸收二氧化碳等气体放出氧气 而每公顷森林每天可以吸收1000千克二氧化碳 释放出37.5千克的氧气 为50个身体健康的成年人提供一天需要的氧气 但这个功能树木可以做到 很多农作物也可以做到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树木的下一个重要作用 养水故土 大多数树木都有着相当发达的根系 我们可以看到在一场瓢泼大雨过后 路边野生的小麦已经被狂风大雨 拦腰折断再没有平时的生机 更不用说海洋水源稳固土壤了 而此时的梧桐树颜色更加清脆 姿态更加挺拔 这就是因为它的树冠树干枝叶都可以把降水阻结 让雨滴的落地速度降到最低 从而达到缓和降水对土地的直接冲击 防止土地流失的效果 不仅如此 剩下降水落到地面后 会被厚厚的枯树叶吸收 直到它们慢慢渗入地底 变成地下浸流 完成含氧水源 稳固土壤的使命 那农作物又为什么不能达到这种效果呢 仅仅是因为承受不住狂风暴雨吗 答案当然是不 虽然每当发生暴雨大风等自然灾害时 我们常常能看到农作物受灾的新闻 但这并不是全部的原因 就算它们能扛得住风雨 农作物的结构也决定了它们 羊水固土的效果不如树木 它们没有高大的树冠 也没有茂盛繁大的叶片 更没有厚厚的落叶来保护地面 很难形成地下浸流 来分担地面浸流的压力 除了我们上面提到的这些 农作物还有一个更致命的问题 那就是它们的生长周期普遍较短 以印度的水稻为例 由于充足的光照和得天独厚的水热条件 印度的水稻可以做到一年两熟 甚至是一年三熟 部分地区甚至可以做到一年四熟 这样令人羡慕的熟制背后 是对土地的过度剥削 对于人工田地来说 农作物在生长时 土壤中的矿质元素会被吸收 而在农作物被收获后 被植物吸收的矿质元素将无法返回土地 长此以往 种植农作物的土壤就会越来越贫瘠 而土壤自身的修复能力也会下降 无法回到正常的营养水平 这也是为什么 印度的农作物氯化程度越高 大家越担心的原因 其实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也很简单 一个是控制对土地的利用 极降低熟制 另一种方法就是 及时的补充土壤中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 具体的来说就是有机物和无机物 如尿素 氨基酸 氮磷钾肺等肥料 印度并非不知道这个道理 在印度的大多数地区 因为种种原因 尽管可以一年三熟 却不真正实行一年三熟 而在肥料的使用方面 印度没有保留 在2013年时 印度就已经是世界第二大尿素生产国 而在2020年时 印度的氮肥也达到了中国的四成之多 与此同时 印度每年还向其他国家进口大量的肥料 但尽管肥料的用量这么多 却还是无法满足印度的粮食需求 有人认为 这是由于印度的人口太多了 所以粮食的需求才无法被满足 小强哥觉得这个说法有道理 但也不是完全正确 我们从这个图中来看 印度的人口数量基本保持着高速增长 在不受疫情影响的年份 比如2019年中 印度的人口达到了13.66亿人 这个数字和我们的14亿相比 已经非常接近 但我国2019年时的粮食产量 为6.6亿吨 而印度同年的粮食年产量 约为2.9亿吨 粮值相差了一倍还多 但客观来看 我国的很多粮食产区的种植条件 根本不如印度的条件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组数据 中国在同年的粮食进口量 为1亿多吨 而尽管有着这么多的粮食 我们有些地区的粮食还不够吃 但印度童年竟然还可以进行粮食出口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饥饿出口 并且它的粮食出口 还达到了世界第三的位置 面对这个惊人的事实 小强哥在惊讶过后 更多的是心痛和惋惜 因为这样的粮食出口量 也意味着很多印度人 根本吃不到粮食 至于为什么印度出产那么多粮食 却又不自己吃 而是向国外卖 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吃不到粮食的那部分印度人 不是不想吃 而是买不起粮食 那种贫穷是我们难以想象的 就算粮价再低 他们也没有购买的能力 陷入到经济困境中 我们只能相信 生命自会寻找出路 而另一方面 印度的农场主们看到粮食内销 受到阻碍的情况后 往往选择把粮食 以低价出口到国外去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也为国家的GDP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印度政府对此也并非没有作为 他们选择增加耕地面积 来缓解饥饿的情况 于是就形成粮食不够吃 所以多种粮食 多种粮食后 水土破坏更严重 粮食产量受限 受限后继续出口 粮食依然不够吃的恶性循环 作为负责任的大国 我国始终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互不侵犯 互不干涉内政 平等互利 和平共处 当然也不会对印度的情况 指指点点 妄加揣测 但牺牲生态 来换取经济发展的路 我们也走过 事实证明 这并不是明智的选择 所以不管别的国家怎么样 我们都将坚持经济和生态 齐头并进 有效绿化 我们是认真的 你认为印度的绿化有效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交流 好了 今天就到这了 记得关注加点赞 支持秒加满 下期小强哥带来更精彩的内容 Goodbye